2019年7月11号下午的时候 晚上了 晚上好像很晚了 11点 刚才我把帽子翻起来 看到蛋糕在这里 我记不清楚这个是 我忘的这里呢还是怎么样的 这个是今天的盒子 今天的Okra 我忘了这个盒子是今天忘在这里的 以前忘的好多天前了 还是有人从我家里面偷出来 放到我帽子底下看不见 愚弄我 criminal harming person's deeds 有可能是 有可能是 it's possible I mean perhaps criminal harming person's deeds stain this piece of cake from my home or from my home freezer refrigerator somewhere in my home and put it get it covered with that hat so I 用这种方法来愚弄我 用犯罪愚弄 有可能 不太清楚 是我忘在那里的呢还是怎么样的 但是这个逻辑推理跟那个 direct sense还不太一样 direct sense 考虑到很有可能是犯罪愚弄活动 犯罪分子的愚弄活动 有可能 多 可能性大一些 根据 根据我的 住处啊 还有这个 根据我的住处被入侵的情况 总是被入侵的情况 还有我的车被入侵的情况 东西 我的东西被 从我住处偷出来以后放到我车上 或者我车里的东西 我放在车里的东西或者背包的东西被偷出来 我在外面的时候背包的东西被偷出来 车里的东西被偷出来 然后放到 被人偷出来放回我住处 因为他开车好几个人就可以了 两三个人合作 两三辆汽车 比我开的快一点就可以 而且我总在外面待着 我不总是急着回来的 所以他们有 有时间这样愚弄我 把我的东西从我背包里偷出来 趁我不注意的时候 把我背包 把东西从背包里偷出来 从我车里偷出来 然后放回我家里面 或者 Vice Versa 相反的方向 从我家里偷 放到我车里面去 从我家里偷出东西来 冰箱里啊 其他地方呢 偷出东西来 然后放到我车里面 愚弄我 发生 发生无数次了 发生过无数次了 现在是 2019年7月 11号的 晚上 深夜了